你也是遊戲的玩家 那是我的相似 Fate Requiem Fate Grand Order コラボ活動 版上遊戯目視録 どうも 福音です 歡迎收看本期的佳洛迪日誌 雖然曾因為疫情延期 但日本說好的 Requiem 活動也還是終於來了 有見於 Requiem 的原作只有一卷 雖然官方已經免費釋出第一卷的內容 但畢竟還是沒有官方翻譯 所以本期也會淺淺的帶各位聊聊 Requiem 是個怎樣的作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過以下的情況呢? 有時候你也想要同時刷兩個FGO 但是你手機又只有一台 FGO又不支援分割螢幕 是不是讓你很苦惱呢? 這種情況我通常都會建議你 用模擬器?一台手機配一台電腦? 正好 我剛好知道有一款模擬器可以介紹給你 沒錯 夜神模擬器 就是一個適合你拿來濃FGO的好幫手 FGO又是橫向遊戲 跟電腦螢幕的契合度又特別高 你想想 你可以用大螢幕看著那個無法skip的寶具畫面 等待之餘還可以切視窗看看VTuber直播護膝貼貼 啊!生活至如此充實又愜意 啊!乳淚灌頂啊! 為什麼我不要早點開始用模擬器呢? 我會在下方附上夜神模擬器的連結 有興趣的歡迎自行下載品嘗看看 今天要來說說的Fate Requiem連動活動 在FGO至今連動過的所有行約作品中 是非常罕見的情況 不要說有沒有完結有沒有動畫化 Requiem的小說總共也就只有一卷能看 第二卷還要等連動結束後才會出 將FGO作為跳板宣傳的意圖顯而易見 那這邊就不禁好奇 Requiem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作品呢? 首先它是目前Fate系列最年輕的作品 而且有趣的是 它也是目前第一部在FGO引運後 才開始連載的新Fate系列 在FGO成為行約顯學的今天 Requiem很可能是為了服務FGO的存在之一 的確在世界觀的設計也隱約能感受到 它與FGO的契合度 或許這就是它有辦法這麼快就連動的原因吧 Requiem的故事設定如下 在戰爭過後的和平下 社會的每個人都持有聖杯 演變成了幾乎大家都各自擁有專屬的從者的時代 因為魔力有限 所以這些從者大部分都以不具備戰鬥能力 事實上他們也幾乎沒有戰鬥的必要了 他們甚至可以跟人類安穩的過上日常的生活 有點像是HA或是餐桌的感覺吧 這不就是我們最嚮往的嗎 我要召喚焦田 由於人人都有從者的特性 使得本作光衰的第一卷 就登場了大量的英靈名字 出現名字也不一定代表會在FGO實裝 但醒夜老傳統 只要出現過名字的 就通通都是衛星 不過村子很多還沒實裝啊 再約再約 這邊就講講幾個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 漢尼拔 就漂流武士裡的那個臭老頭啊 歐洲四大軍事家之一 FGO已經出了凱撒、亞利山大、拿破崙 三缺一就差漢尼拔 所以我是尤其期待 園藝精 也就是長大的牛肉丸 我猜就會是一個冷血的戰爭機器 改魔族 衝 我 行 飛行荷蘭人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腦海應該都是浮現這個啊 但是 但是 是真的有飛行荷蘭人這個傳說的喔 加拉哈德歐特 捨棄神聖騎士的學弟 小說中可以平衣在御主身上使其獲得戰鬥能力 啊等等 這不是跟馬修很像嗎 而且怎麼給女生之後就變這種色色的衣服啊 我懷疑這是他的嗜好 畢竟他老八是蘭斯多特 黑化後解放自我 肯定也是沒問題的 朗基努斯就是那個朗基努斯之槍的朗基努斯 戳戳耶穌的那個啊 他跟故事提到的那個戰爭有密切的關係 路易十七世 就馬力的小孩 我想這也是連動要帶上馬力的小原因吧 他本身是一個具有復仇屬性的小孩子 席德 我歷史不好啊 但我知道世紀立國有一個西方牙征服者 就叫做席德 嘿嘿嘿嘿 歐基里德 有名的數學家 好期待阿基米勒跟他都趕快出一出 大概就這幾個比較有名 而且我有興趣的 但其實啊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很多 甚至我都覺得裡面出的角色都在為FGO暴露 哪天可能就出了也說不定 那畢竟只有第一卷 很多角色也都只是稍稍提及 就期待以後會不會有相關的演出吧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 Lekuium聯動幾大有趣的點 這次活動以桌遊為整個核心架構 玩家要利用頭骰子的功能在地圖上移動 並藉此觸發任務獲得硬幣 藉由收集硬幣完成任務的活動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的任務總共只有30個 非常簽名的活動 就是算部署的部分比較麻煩一點 至於大家最期待的角色部分 當然也是有的 10抽5星4星還有正角4星 先來說說正角4星美族 我是說正頭少女與金劍的會底是 本作的女主角是個人類 14歲 14歲 在原作中是非常罕見的 一個一出生就沒有聖杯的少女 因為如此 她也沒有與之伴隨的從者 在故事中一撿到小王子 就把她領回家洗澡了 14歲 可能是隱性正太空 除此之外 她還有一個容易被邪靈產生的體質 真的是 雖中之雖 不過由於體質讓她有殺掉從者的能力 並進而被賦予了清除違規從者的工作 惠里士的身優為鬼頭鳴禮 內子狗的身優 喔 你看 該怎麼說呢 這個衣服實在是 童真殺毛衣還是裸體圍裙的概念呢 因為第一卷並沒有這套衣服的插畫 我沒想過這麼誇張 一個新的時代來了 14歲 小王子 雖然叫做小王子 但她的真名叫做 航海家一號 不過她的原作 就已經被認錯成小王子了 長得也真的是很像 小飛機、小花、星球 這些都是小王子的標誌 肯定是有參考小王子的 所以大家叫她小王子也是物可厚非了 航海家一號是1977年發射的一艘太空船 至今仍然在飄行中 甚至已經飛出太陽系了 可以說是人類在星際中的平衷性 小王子是現今的新一代綠卡衝浪手 由於技能寶具都有填充NP 使她的衝浪配對相當有彈性 甚至不用綁雙絲卡地體系 抱朋友的小王子也能連發 問題只在於傷害可能會不夠而已 伯爵狂藍絲還是很強 只是小王子可以當成一個新的玩具吧 小王子是我非常喜歡的故事 這個角色的呈現我也很滿意 那種清新的療癒感非常的棒 鬼女紅葉 以前我覺得實相沒什麼 現在星月又讓我們見識到了新的性皮 恐龍 啊不是我是說恐龍 娘話三小給我變回去 與外表不同 紅葉其實個性溫柔善於照顧人 還是一個治癒系恐戰士 男丁 不不不不不 那並不能算是治療 除此之外還有劇情裡出現的黑瑪莉 很大的可能就是瑪莉歐德爾 一樣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新衛星 超大 整體而言這個活動就是一個無情的size機器 不過角色很香就算了 我喜歡那種輕飄飄的感覺 啊 Noco老師太棒了 這次比較多人詬病的除了活動遊戲的5AP連發 還有劇情上的原因 文本上有許多部分是在活動中途修正的 包括一些人物的語氣、個性的崩壞修正 但有人發現修改的篇幅是在多到誇張 而且在劇情上的演出也讓許多人不滿 甚至在推特的推薦搜尋 還找得到惠理是討厭 有些人想要疫情的緣故給作者平反 但可以在家工作的文字工作者 到底會影響多少呢? 就讓各位自行判斷了 不過這次的活動 到底能不能夠達到給原作推廣的成效呢? 可能就有待商榷了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的佳樂底日誌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人の夢、人の望、届けよう 全て陶器、星の海へ いつか僕らは辿り着く ペイル、ブルー、ドット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